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是寄居的人生 寄居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天天看到 也不是我们常用的字眼 我不晓得你看到寄居这两个字会让你想到什么 会让你想到另外有个地方才是你永远的归宿吗 基督徒在地上只是个客旅 只是一个寄居的人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一样 只要片刻转眼之间 可能会烟消云散就成为过去 今生只是一个过渡期 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矛盾 我们明明知道今生是个过渡期 可是我们又非常在意这个短暂的过渡期 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今生 太在意眼前 以至于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忽略了 我们的生命有另外一个永恒的目的 你思想这个问题吗 神存留我们生命气息 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寄居的人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知道我们今生结束的时候 你要往哪里去吗 你确定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 如果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你曾经为你所要去的地方 做过任何的准备没有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短暂寄居的人生呢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最具代表性 也最可以说明基督徒的人生 就是寄居的人生 而那样东西就是帐篷 因为我们知道帐篷是没有打地基的 帐篷可以随时迁移 这不就是象征我们基督徒 有一天我们都要搬家 我们都要搬回到神那里去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为那一天 给我们一段时间去准备 为着我们要回到主那里的那一天 神给我们一段时间准备 而那一段时间就是寄居的这段时间 也就是今生 在圣经里面有个人物 这个人他一辈子都住在帐篷里 他的人生就是寄居的人生 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曾经叫做亚伯兰 耶和华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当他在老家乌尔的时候 神呼召他离开老家到迦南地区 可是他并不是一次就达到了目的地 他先停在一个中途站叫做哈兰 然后耶和华再一次给他呼召 第二次呼召他 从哈兰再往迦南地区的时候 他就做出这样的回应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 当他听到神的再度呼召的时候 他说亚伯拉罕就将妻子撒来和他的侄儿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租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两样非常宝贵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祭坛跟帐篷 这两样东西都有他特别的属灵的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两样东西 彼此之间也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看到了 亚伯拉罕在祖坛的时候是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租了一座坛 换句话就是说祭坛是为了神 帐篷很显然是为亚伯拉罕自己 因为神并不住在人的帐篷的里面 祭坛就说明了人跟神的关系 但是帐篷就表达了亚伯拉罕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人来到祭坛就是为了敬拜 人来到祭坛就是为了奉献 但是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 就向人表明他在世上只是一个寄居的人 他只不过是一个客旅 今天你我都不在帐篷里面 可是这个帐篷的属灵意义事实上并没有改变 对基督徒来讲那个属灵意义仍然是存在的 换句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帐篷这两个字 你必须要好好的被提醒 提醒我们在这世上只是短暂的 我们只是一个寄居者 当我们读到帐篷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要仔细地思想 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到底我们有没有为那个家乡做任何的准备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所谓寄居的人生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我们看到至少有三点 第一点我们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就是我们虽然住在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 第二点我们要因为我们的信 我们要为永恒预备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可以为永恒预备的那一段时间是非常有限 那一段时间就是今生 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寄居的这段时间 第三点我们必须顾念到羊群的需要 什么是羊群 我们都是神的羊 今天我们都有需要 可是你没有发现 我们常常这一群神的儿女 我们这一群耶和华的羊 我们常常在追求我们的想要 而忽略了我们真正的需要 我们必须要顾念到我们真正灵里面的那个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过一个寄居的人生 今天我们从这三点来思想 第一点我们要分别为圣的生活 分别为圣这四个字我们都非常熟悉 我们经常放在嘴巴里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对分别为圣是一知半解 甚至有所误解 很多人认为是说 我只要礼拜天来到教会 我就分别为圣 甚至有的人认为说 我只会受过洗 若干年前 我已经罪已经得了赦免 我本身就已经分别为圣 这个观念是太过模糊 这个观念不过非常的准确 我们今天并不准备在这里 为分别为圣这四个字 下一个神学的定义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 分别为圣绝对不是一个口号 绝对不是一个观念 它是一种生活 它是神面前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实际 到底什么是分别为圣呢 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问题 寄居的人生 就是分别为圣的人生 我们既然有属天的生命 我们就必须要活出过出那个属天的生活 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 而寄居有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就是帐篷 到底帐篷跟分别为圣有什么关系 你必须要看到那个关系 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你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 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 从那里亚伯兰又迁往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这个支搭帐篷这四个字 是在亚伯兰的一生当中第一次出现 你会非常的惊讶吗 他已经来到了迦南地 为什么到这时候才说支搭帐篷 难道他一路从他的老家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伊拉克 到了巴勒斯坦 这两千多英里 他通通没有住在帐篷里吗 为什么圣经在这一段路程当中都没有讲 他稀老又服又 这两千多英里 起码要走个一年半载 更何况刚才我们也知道 他在哈兰待了一段的时间 难道这一段漫长的时间 他都是露宿风餐 每天都是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过日子吗 不可能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支搭帐篷在这时候才出现 并不表示说亚伯兰以前都没有住在帐篷里 但是在这里出现有它一个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说出了分别为生 跟帐篷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而这个关键点就在这第五节 第五节说什么 他说他们来到了迦南地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这几句话刚告诉我们说 当亚伯兰来到迦南的时候 他发现迦南不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空地 他发现神所应许的这块地 已经有了邻居 他的左邻右舍通通都是迦南人 而当他有这个发现的时候 圣经就出现了支搭帐篷这四个字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里 神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身边都是迦南人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迦南的世界 就是你不出门 迦南的东西会透过网路 透过电视也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 为什么到这时候支搭帐篷四个字才会出现 不是表示亚伯兰以前不住帐篷 而是亚伯兰的帐篷在这时候 才真正发挥了分别为生的工具的那一个意义 才真正的显明出来 换句话就是说 当他来到迦南以后 他看到了迦南人 他就开始要有一个界限 有一个范围 就借着这个帐篷 把那个界限跟范围 把那个分别为生的那一个 切割的那样子的一个器皿 显明出来 今天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帐篷 你跟外邦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个界限呢 你有没有那个范围呢 你知道什么样叫做分别为生的生活吗 很遗憾的就是亚伯兰 他的第三代的子孙 因为在迦南地碰到了饥荒 他们就搬到了埃及 到埃及经过了四百多年的时间 他们的帐篷已经不见了 连帐篷的树林的意义也渐渐的消失掉 所以当神把他们救离开埃及的时候 你知道神要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最后一天 做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就说明了 事实上他们已经吃埃及 住埃及 已经越来越埃及 里外都变成埃及 他们爱上了埃及 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实 就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七节 告诉我们说 在他们所谓的圆月的第十四天 也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讲的玉月节 他说各家要取一点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妹上 你看到没有 门框跟门妹 表示他们已经住在房子里了 不是帐篷里 他那个房子已经有地基了 已经跟埃及连结在一起 换句话就是说 他已经扎根在这个世界 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 他已经跟这个世界无法脱离 这不就是一个 我们看到 最近所查的民数记的一个事实吗 虽然神把他们救离了埃及以后 他们仍然非常的回忆埃及 爱上了埃及 等到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想回到埃及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甚至天天吃马拉 还要非常追想埃及的那些土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渐渐的 已经没有那个帐篷的属灵的意义 他们已经不懂得怎么样 叫做分别为圣 到一个地步 旷野漂流四十年 他们进到了迦南 你知道是什么的光景吗 在世诗纪的三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人 竟住在迦南人的中间 那一些迦南的那一些外邦人的中间 不搭近 这里第六节告诉我们说 他们娶迦南的女儿为妻 并且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那些迦南人的儿子 最后还说 并侍奉他们的神 你看到分别为圣的重要吗 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让步 在生活上面 我们不分别为圣 到最后呢 我们就会在婚姻上面 没有分别为圣 我们最后到最后 连信仰上面 我们都没有分别 我们跟外邦人都没有分别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 到这个地步 就是他们等于是属灵的崩溃 等于是完全生命的沦陷 你懂得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生活吗 我们必须要来思想 我常常碰不到我这个十几岁的儿子 我这个是老来得子 现在才不到十七岁 过去这四五年来 每一次他跟我开口说 要做某一件事情 假设我加以反对的时候 他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他说为什么某某人可以 为什么我的同学可以 为什么别人可以 他这么一反应 就让我想到了 曾经有一位 我们非常敬重的老仆人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 叫沈保罗 他曾经做了一个见证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听到宣教士在传福音 他从宣教士的手中 拿到了一个单章 那单章上面 总共就印了四个英文字 这四个英文字 他仔细地思考 就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四个字就是 Otheres may You can't 别人可以 你不可以 最后他才发现就是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别人可以 迦南人可以 我不可以 有很多事 不是那件事情 别人可以做 我就可以做 他思想 他思想这一句话以后 他的生命不只是献给神 他完全过分别为生的生活 他一辈子就侍奉了基督 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 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分别为生 因为有另外两个字 跟分别很接近 而常常被我们混淆不清 什么字跟分别很接近 就是分辨 我们以为分辨就是分别 分辨不是分别 我可以告诉你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 这里告诉我们 当亚当吃了善恶果之后 耶和华神就说 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能知道善恶就是 能分辨善恶 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能够分辨善恶跟能够分别为生 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我们会犯错误 并不是不知道那件事情是错的 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里面 有很多贪官污吏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贪污是错吗 是罪吗 他们是没有办法拒绝自己不贪污 不是吗 今天我们都知道 知道那是对的 那是错的 但是我们今天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所谓的行善无能 我们拒恶无力 我们没有办法拒绝那种罪恶 这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们不能够分辨善恶 是我们没有办法分别为生 就在上个月 在南加州有个城市 曾经被称为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就在11月7号发生的一个所谓的枪击事件 就是Thousand Oak千象市的一个烧烤酒吧里面 发生的一个枪击事件 11月7号 就在那一个枪声打起的时候 有13个人最后死亡 二十几个人轻重伤 是的 那一个枪声 是不是就已经让千象市 这一个形象很好的城市 磨上了一层阴影 是 不止如此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个枪声事实上打醒了我们这层神的儿女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烧烤酒吧的主要的顾客来源 就是这一个酒吧附近的两所基督教大学的学生 虽然基督教大学不一定每一个人通通都是基督徒 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去那里光顾 换句话就说 这一个烧烤酒吧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吧 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又有烧烤又有酒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让你混淆不清 你可以去那里吃烧烤 你也可以去那里吃酒吧 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罪翁之意不在酒 那美国人BBQ BBQ之意不在肉 你明白吗 这个是一个城市 我可以告诉你 就在那一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悲剧 就是里面也有基督徒在那里 你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 这个酒吧的名字就叫做Borderline Bar & Grill 你看到的是Bar还是看到Grill 我的儿子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这种地方你千万以后不能去 他马上跟我讲说 爸你不知道那是个restaurant 那只是个餐厅啊 我说你搞清楚 你看到的是Grill 我看到的是Bar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不是Bar跟Grill的问题 今天是Borderline的问题 Borderlin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边缘 就是临界点 今天我们不是要走在最安全的地区 我们常常喜欢问说 可不可以去 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不可以做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可不可以去赌场 我只要不要赌就好了 我赌了也不要赌输就好了 我不要赌到倾家荡产就好了 我可以跟你讲 我们很喜欢在边缘 我们很喜欢在边缘徘徊 我们很喜欢在临界点在那里流连 我可以告诉你 就在11月7号 11月7号的那一天 是的 那一天就成为13个人的生命 生死之间的临界点 Borderline 你的生活是在Borderline 在那边徘徊吗 还是你真正要寻求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到底什么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 什么是信徒分别为圣的那个帐篷 今天你必须要常常要 要在那个帐篷的里面 那个帐篷就是在约翰福音的 第一章第14节 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你看到帐篷了没有 你没有看到 因为住这个字的原文必须要打出来 你才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帐篷 今天你如果想要分别为圣的生活 你必须要住在耶稣基督里 什么叫做住在耶稣基督里 你非常的含糊吗 耶稣基督的宝学里 耶稣基督的救赎里 耶稣基督荣耀的旨意的里面 对你来讲是不是太抽象 你还是不明白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这样子迷迷糊糊就离开 在今天你聚会结束之前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准则 让你知道说 你到底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 那就是在提摩太后述的第二章第21节 你必须看到这一节 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他会智洁 他会脱离卑贱的事 他会做贵重的器皿 他会成为圣洁 他会被主所用 够了吗 重点不在这里 我还要跟你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不能够错过的 就是后面这八个字 我跟你讲 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我们基督徒难道不能够去酒吧 但是我不要喝酒 我可以告诉你 你去酒吧不喝酒 你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吗 甚至我还有听过有人做生意 他必须要有那样的场合 跟人家交际应酬 他说你知道吗 我应酬归应酬 虽然我们去的场所 不一定是非常好的场所 可是你知道 我是坚持到底 我是基督徒 我一定守住最后的防线 守住最后的防线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可能跟这个世界完全脱离 但是分别为生 不是要让你跟世界隔离 是要跟世俗保持距离 那个距离必须是安全的距离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我们要求求的不是守住那个防线 而是我们要保持那个距离 你先想想看 在应酬的场合 是的 又吃又喝 又着勇又报 你可以准备行各样的善事吗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继续下去 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被圣灵提醒 我们在寄居的日子非常有限 我们必须要过分别为生的生活 不止如此 我们在寄居的日子 我们必须要想到 这个今生过去的以后 我们要进到永恒 我们必须要为那个 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做准备 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 为永恒预备 人生总会有终点 但是那个终点 对基督徒来讲 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不要感觉到 好像是在参加追尸礼拜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用参加追尸礼拜的心情 来度过你人生的每一天 我跟你讲 你的永恒一定会更好 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是 但是我们也要预备 我们不要以为 神给我们预备 我们就可以不要预备 在哥林多前书的 13章13节这里 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说如今 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我们都明白 其中最大的是爱 那是神的属性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中最缺的就是 信跟忘 今天我们就是缺乏信心 所以我们就没有盼望 基督徒一定要对将来有信心 对永恒有盼望 这才是正确的 所以保罗说完这句话以后 他并不是就停止了 他在哥林多后书又继续说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 他说 我们原知道 你要知道原知道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新鲜的东西 你本来就应该知道了 教会就应该知道 神的儿女都必须要知道 保罗现在所要讲的这件事 我们原来就知道 你不要装傻装的不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 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所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在这一段话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必须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对比 一个就是地上 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帐篷 一个是房屋 一个是拆毁 一个是永存 一个是神所造 一个是人所造 你有看到这个不够 你看到这个是不够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什么 今天看到的是说 我们如何把地上的变成到天上去 我们如何能够把会拆毁的变成永存的 你有没有想到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从你的手中变成在神的手中 把你从人的手中 交代神的手中 神就可以用那个 你所交给他的东西 帮你建造 建造那个永存的房屋 我们必须要来看到 亚伯兰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 亚伯兰马上做一件事 就为那一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租了一座坛 并且在那里 就迁到伯特里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八个字 你绝对不要错过 就是租一座坛 支搭帐篷 我们晓得 竹坛是为了神 支搭帐篷是为了自己 我们如果只看到这八个字 还是不够的 你还看到这八个字的优先次序 竹坛在支搭帐篷之前 换句话就是说 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priority 你必须把神摆第一 你必须先竹坛 才来当搭帐篷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你把东西陷在祭坛上面的时候 就会达到神的面前 简单说就是 从你的手中 已经到了神的手中 从地上已经到了天上 从会拆毁的 已经变成永存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陷完的东西 你可以暂时放在你的帐篷里 不是吗 不可能一下把东西陷完 但是你没有陷完的东西 你就放在帐篷里面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 就是放在帐篷里面的东西 是你死的时候 绝对带不进去的 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 非常宝贵重要的真理 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把神摆第一 我们必须要懂得竹坛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要的 那一个永存的房屋的材料 借着献祭献上去 所以神才替我们建造 所以我们第二才想到 我们要过这个帐篷的生活 一个聚聚的人生是懂得 懂得人生是何等短暂 懂得未永恒预备的人生 这个人生是什么 这个人生是常常被提醒 支搭帐篷就是提醒 我们只是个寄居者 在自己寄居的时候 所拥有的东西 通通都带不进去 亚伯兰他非常明白这个真理 所以在希伯来书新约的时候 有特别这样的附著 他就是亚伯兰 亚伯兰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创世纪第十二章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不是他所搭的 是神为他建造的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借着献祭 把地上的东西送到了天上 把他手上的东西 交在耶和华的手里 所以神就用他所献上的东西 为他建造的一个 有根基的城 亚伯兰在地上住的是帐篷 在天上 他有一个有根基的城 今天你我到底献上了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确定 你所摆上的 是足够让神为你建造一座城吗 绝对不是因为金钱都多少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权人 我们的心 你的侍奉 你对世上灵魂的爱 你愿意活出神的旨意 这都是你放在祭坛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能看到 到底我们线上的有多少的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跟亚伯兰相反 我们的地上有豪宅 我们的地上有高楼 我们的天上有一座帐篷等着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我们有多少东西 是从我们的手里 已经交在神的手里 我们今天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曾经有一个企业家 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上一点点班以后 他就自己创业 这个故事这个主角 他非常的顺利 他很快地就成为一个生意 辉煌腾达的一个大企业家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信了耶稣 可是由于他的地位身份 非常的特别 他在公司里面从来不表明 他是个基督徒 所以他就是暗暗的 像尼哥迪姆一样 暗暗地跟随了耶稣 很多时候大学同学会 他都没有办法参加 可是三十周年的这一次 因为大家盛情的邀请 所以他就欣然地答应 这个三十周年的这一个 大学同学会 就在一个餐厅举行 开始的时候 里面会场已经布置得很好 所以当他们同学当中 有一个人出来主持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们要特别谢谢 某某某某人 因为今天所有的费用 都是他买单的 大家马上就掌声鼓励 非常的谢谢 接着他就开始介绍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这位同学 就是我们同学当中 最有成就的一位 他全球的五大洲 都有他的品牌 都有他的产品 事实上他的公司 片满了这个世界的各地 他都有他的分公司 他说我虽然不知道 他到底年收入多少 但是我知道 他的公司有七千个员工 当他说到七千个员工的时候 台下的人就发现 这一个人怎么脸色怪怪的 原来他发现 他所讲的那个同学 那个企业家 就在跟他比个手势 他就赶快跑过去 当他们交头接耳一下子以后 他回来想说 对不起我搞错了 七千个员工 是一年多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八千员工了 大家再一次的掌声鼓励 那个时候 这个企业家同学 也就笑得非常的得意 就在这事情过了一阵子以后 他们就在酒憨而热之急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企业家突然感觉到 凶凶有点闷闷的 所以他就想说 他就走出去 走到外面的餐厅的一个院子里面 很多同学以为说 他去外面抽个烟 没有想到是 他在那里 就想要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 结果就在他院子的时候 他听到一个声音 有人在叫他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怎么可能 这没有看到人 可是那个声音又那么的清楚 他说孩子 孩子 他说我爸爸妈妈没有来 不可能有人叫我孩子 结果他就想说 那会是谁呢 那个声音一直都没有离开 所以他就想说 难道是神吗 是我的阿爸父在叫我吗 他想说糟糕了 我的心脏又不舒服 阿爸父在叫我 难道这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吗 就在那个时候 那个声音就直接跟他讲说 孩子 你很有成就 你在这地上拥有的很多 哦 这个五大洲都有你的产品 是的 世界各地都有你的分公司 你有很多的财富 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的你的员工 你拥有很多 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孩子 他说你在我这里有多少 你在我的手里到底有多少 故事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必须停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回答了他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 我们在神那里有多少 我们到底在神的手里有多少 今天在你回家之前 你就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到底我们有没有为那一个 寄居结束后的那个永恒 做任何的预备呢 寄居的人生 必须是顾念羊群的需要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 寄居的人生 必须是有一个需要的人生 而那个需要不是我们的想要 我们都知道 住在帐篷里面的人 就是寄居的人 而住在帐篷里面的人 基本上都是牧羊人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你看到什么 这个牧羊人亚伯兰 他一直不断地在迁居 他从哈兰到迦南 从迦南一直到了事件 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 到了南地去 他一直不断地在迁移 是的 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神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 希望基督徒都经常搬家吗 不是的 神不要我们一天到晚 为了这个搬来搬去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必须要看到 当时的亚伯兰 当时的牧羊人 他们搬家有一个依据 有一个特别的原则 那个原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足水草而居 为什么要足水草而居 因为他们要为了羊群的需要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到底什么是羊群 你我都是神的羊 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 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们都是神的羊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羊群是一个群聚的动物 离群的羊 都是流浪迷失的羊 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顾念羊群的需要 就是我们要顾念教会 不只我们要渴望过教会的生活 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离群所居的羊 不要成为流浪的羊 漂泊的羊 你必须要过团契的生活 你必须要跟神的儿女一起在一起 你必须要参加这样的聚会 我们这样子才叫做寄居的人生 寄居的人生是想到羊群的需要 你必须要想到羊群是有教会生活的需要 不只如此 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没有结束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我们看到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是一个寓标 属灵的寓标 同样的这个草这个水 也是一个属灵的寓标 这个寓标告诉我们什么 羊需要草跟水 我们同样需要有灵粮喂养 所以我们灵命才能长大 我们必须要关心我们灵命的成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我们每天在关心什么 你关心羊群 你关心你的儿女吗 你关心你儿女的功课很好 但是你关心他的灵命吗 你关心了他的成绩 他进什么样的学校 可是你关心他跟上帝的关系吗 你关心他将来有没有成就 你可以确定他真的得救吗 我们到底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羊群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呢 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搬回了台湾 当时他搬回台湾 他要找一个地方住 他住的有两个原则 要寻找那个地方 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离公司太远 第二个原则竟然是要离教会越近越好 当时最后我听到的是说 他就找到一个大概中间点 就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 没有想到经过六个月以后呢 他又搬家了 搬家我当时听到他搬家 我以为说他搬得离公司更近 因为这样子才合理 我们常常会想到说 是的 他一个礼拜上班要五天 那一个礼拜来教会就有一天 他当然搬离公司越近越好 结果不是 他搬得离公司越来越远 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教会 所以他搬得离公司越来越远的地方 如果有人问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他的回答让我非常的感动 他说我一个礼拜只需要上班五天 可是我每一天都有灵命的需要 我都有灵粮的需要 我每天都过教会的生活 原来他每一天上班之前 他提前出门 到他所属的教会参加承导 得到属灵的供应 那个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他才去上班 他觉得这样子反而带来他很大的方便 今天我们教会没有承导 你也不用担心 你不用每天早上要跑来 今天我也不是鼓励你 你一定要搬得离教会越来越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到 你如果是耶和华的羊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属灵的需要 你有没有想到 你每天需要受到灵羊的供应 使你的灵命可以成长 有一天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吗 不止如此 我们还要想到羊群的需要 还有一些羊 是不在羊圈里面的羊 羊圈外面的羊 你必须要把它寻找回来 寻羊归圈 这是一个牧羊人 必须要做的工作 如果羊已经走迷走偏了 你必须要把它找回来 也许你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牧者的工作 我可以告诉你 你读完段经文以后 你就不会这么想 在以西节书 第34章第6节 神怎么说 他说我的羊 在珠山间 在各高纲上流离 在全地分散 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 你想耶和华在对谁说呢 耶和华当时对以色列说 这段经文记载在圣经 今天让我们看到 就是耶和华对我们这群上帝的儿女说 我的羊 我的羊在那里 没有人去找 你看到没有 我们必须要能够听到耶和华 发出这样子的呼声 我们必须要做出那样的回应 那样的回应就是寄居人生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们顾念那一群迷思的羊 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要把它寻找回来 你有没有想到 会觉得说 哎呀 这段话的描述又是珠山 又是高纲 这是什么东西 非常的抽象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晓得耶和华指的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种描述 但是今天如果你想知道 如果神要对我们清泉古教会说 让你明白到底你要去哪里寻找 神不会用这个抽象的字眼 我告诉你 神不必说 我的羊在珠山间 神直接就说 我的羊就在你的朋友圈 我可以告诉你 神不必说 我的羊就在高纲上 我的羊就在你的家庭群里面 明白没有 在那里流离 我的羊就在Garden Grove 丝散 我的羊就在Sirito 在Palma 在Cyprus 在Bernard Park 无人去寻 在Irvine 在Lag Forest 在Tustin 没有人去找 这对你来讲切不切身 这是不是你身边所熟悉的那些地点 无人去找 你愿意成为那一个人吗 你愿意成为寻找羊群 迷失羊 来归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人吗 最后我们要来思想 寄居的人生 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章 这里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从那里 他迁到了伯特里东边的山 直达帐篷 西边是伯特里东边是爱 西边是伯特里东边是爱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帐篷就在 伯特里跟爱的中间 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 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地上基督徒的生活的实际写照吗 我们每天不就生活在 伯特里跟爱的中间吗 我们的帐篷不就是 一边是伯特里一边是爱吗 你必须要知道 伯特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电 而爱就是一个废墟 就是个毁坏 是的 我们今天不就是徘徊在神的电 跟这些废墟 这世界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那里吗 神的电有生命 神的电有神的同在 神的电有神的灵 但是这个爱 爱异于双关 爱就是我 爱就是我们所爱的 那些所爱的东西 不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吗 那不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吗 我们今天不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这两样东西在那里徘徊吗 你一睡醒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思想 你就在挣扎 我到底要来寻求神 我来到伯特里 我来到神的店 还是我 我要去弄电脑 去搞一些我所爱的东西 我们今天必须要默想这个事情 到底 到底我们的生活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基督徒寄居的人生每天都要面对争战 面对这样的选择 亚伯拉罕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煮了一座坛 是的 他不需要跑到伯特里 他到哪里 神的店都在哪里 他在哪里就煮了坛 他来到了神的店 他寻求神的面 他求告神的命 但愿今天在我们回到家之前 亚伯拉罕的选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 好不好 让我们从爱 从爱 我们转向 我们转向伯特利 我们从爱世界 转向爱上帝 我们从这个世俗的潮流 转向跟随圣灵活水的水流 我们从我们每一天 定睛在我们生活的难处 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你愿意吗 我们圣餐之前 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所看到的见证 非常的感动 这是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他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他不但是个同性恋者 他还吸毒 他不但吸毒 他还贩毒 就在他人生 他觉得这样子享受 最终之乐的最高峰的时候 有一天 在他的住宅门口 有人给他按门铃 他打开门铃以后 他才发现 已经有12位联邦的弃毒探员在那里 带着两只大狼狗 他当场被起诉 他被起诉贩毒的那个量是 9.1公吨 所以他就被 铃铛入狱 被判刑六年 在这过程当中 他的父母信了耶稣 在这过去这几年 那种荒唐的岁月里面 他的父母一旦地跟他传福音 都被他拒绝 甚至他连充耳不闻 等到他到监狱里面 他被判刑六年 他并没有改变 没有想到 住监狱的时候 必须要验血 那个验血报告的时候 这些HIV positive 他得到了这一个 艾滋病的代言者 那一天他才发现说 他不是被判六年 他是被判了死刑 他才发现说 我的生命已经快到了终点 他那时候才开始寻求神 就在他监狱的时候 他的监狱房间里面 有一本小表的圣经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他最后得救重生 他得救重生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今天 你每个人回家之前 你必须要拿着参考 他说 他说我过去 我用错的一个标准 来定我们 来给人定位 他说 wrong identity 他说我wrong的标准是什么 他说人就有四种人 人就只有同性恋 只有异性恋 只有双性恋 跟变性恋 就是我们讲的LGBT 他的意思就是 我用这四样东西 来identify我自己是谁 所以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一直以为 同性恋的相反 就是异性恋 结果当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才发现 同性恋的相反 不是异性恋 同性恋的相反 是圣洁 今天我不晓得 你用什么样的标准 来衡量你自己的地位 跟身份 你可以用工作的标准 你是一个员工 你是一个经理 你是一个主管 你是一个老板 还是你可以用你的财富 来定位你自己 你是一个有钱的人 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人 你是一个贫穷的人 或是你可以用其他的学位 你是一个博士 硕士 学士 或者是你是个高中毕业生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你必须找到定位 你人生真正的定位 就是你是天父的儿女 当他发现 他有这样子定位的时候 他才知道 他才知道 同性恋的相反是圣洁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今天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来教导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寄居的人生 主啊 求着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自我要求 寄居的人生就是在地上 要过分别为什的生活 主啊 让我们向着祢 寄居的人生就是一个祭坛的人生 主啊 就是用于为永恒预备的人生 主啊 让我们为了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知道寄居的人生就是看到 那些迷失羊的需要 那些幼小的羊的需要的人生 让我们带领那些幼小的羊 是他们灵命可以成长 主啊 让我们带领那些迷失的羊 是他们可以归倦 主啊 让我们都一起过着教会的生活 来敬拜祢 但愿主祢圣灵兼顾我们的心 一直到我们见祢的面 但愿父神的斥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宝会时的感动 兼顾我们 兼顾我们过这样子寄居的人生 永不动摇 仰望为我们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 直到见祢的面的日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 阿们